I'll go back Let's just remember I'll be men 刘莉唱着英文歌曲 眼神及肢体动作充满浓厚感情 世新大学英语继传播应用学系 一年一度的毕业公演盛大登场 学生在台上载歌载舞 演出外白老汇音乐剧 I love you, you are perfect, now change 精彩表演感动台下无数观众 I'm a emotional child I'm a emotional child 第23届毕业公演演出外白老汇 史上第二承受音乐剧LPC 以幽默方式呈现爱情 在人生各个阶段里细碎 却又精彩的片段 公演当天校长陈清禾 副校长杨胜玉 传播学院院长阮明淑 人社院院长陈淑满 及众多师长都亲自到场支持 其中饰演女主角的黄延宁表现亮眼 不仅一人全是四角 甚至不惜搞笑演出 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觉得最困难或是最有趣的 其实是在有一幕是我穿一个 蓝绿色的洋装 那个角色灵感是周玉扣 这是一个很跳动的一个角色 蛮有挑战性的 可能OL装啊 或是其他妈妈角色 然后突然跳到一个周玉扣 演一个蛮好笑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蛮困难的 LPC主要由四位演员 穿梭在二十个不同阶段的恋爱情感场景 带领观众在两个小时中 循着人生进程 体会爱情萌芽时的青涩 热恋的甜蜜 吵架的心碎和婚后的责任 英语系学生完美诠释 公演家贫如潮 让演员们直呼一切辛苦都值得了 沟通能力 英文发言有进步 因为一直在重复念 同样的台词 感觉比较流利一点 我们大家确确实实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在做准备 不长也不短 但大家都非常努力地准备今天的演出 学到了最重要就是跟每一个人的沟通 不只是演员 再加上其他的技术人员 工作人员 每个人都要做好非常多的沟通 毕业公演是英语系上年度一大盛事 两班级学生投入自身专业能力 一手包办目前到幕后的所有准备 学生们必须在兼顾课业的前提下 抽出时间排演 最终大家克服时间压力及种种挑战 让演员表现勇目共睹 就连指导老师也给予高度肯定 我觉得这一届学生的特色是 我只需要告诉他们执行的SOP 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再找到 更完善的执行的方式 排练的过程里学生参与度很高 跟他们一起工作我是觉得蛮开心的 由于LPC音乐剧剧情横跨相当长的时间维度 从年轻演到老的剧本不仅考验演员演技 百变曲风更挑战演员的歌唱实力 为了完美呈现演出 单与毕业公演的学生三个月来马不停提筹备 系上老师们也全力协助 最终牡蛎汉水化为喜悦泪水 高水准演出震撼每一位观众 也让学生在毕业前留下美好回忆 为大学四年画下圆满句点 千万千千千千千 ore 好